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问题 拉海行文转责磋商文本讨案中提到 中国将防止签出国与被东盟国家进行联合举演 除非其他成员同意 请问中方此举是否一再阻止美国和其他国家与东盟国家举行联合举演 但关于第一个问题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此前曾介绍过初步情况 据我了解 中国和东盟国家 下周将在中国战将及其外海举行海上士兵演习 中国到东盟海上连演 是双方深化防务 安全合作 曾经互信的重要举措 演习的具体情况建议 你向中国国防部了解 关于第二个问题 根据中国与东盟国家共识 南海行为转责磋伤进程 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内部进程 有关情况不对外公开 我不太清楚你提到的上述信息从何而来 本着对磋伤进程 哭对东盟国家负责任的态度 我无法向你证实或透露任何有关案文具体内容的信息 当前整个案文磋伤已顺利起步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以形成单一磋伤文的草案作为磋伤基础 希望各方尊重中国和东盟国家商谈地区规则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 而不要做过度无畏的传测 责任编辑 程晓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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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